在西电东宋和三峡水电站的各种大型变压器中 有一种特殊钢铁是变压器的核心制造材料 工艺复杂度是钢铁产品中最高的 被誉为钢铁皇冠上的明珠 体现了一个国家钢铁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也就是取向硅钢 11年前 世界上能生产取向硅钢的国家寥寥无几 高性能变压器必须的高端取向硅钢几乎全部来自进口 是世界上最大的取向硅钢进口国 相当于命门被别的国家把控着 基本上价格没有自主权 还严重影响国家政大工程建设和电力安全等被动局面 十年模一见 在2008年中国成功研发出低温高磁杆取向硅钢 还实现了量产 国外在330千伏级以上电压等级大型电力变压器的产品垄断被打破 同时我国高端取向硅钢尽头量下降超过一半 让取向硅钢均价降低了60%左右 就像此前有人说的 每当中国在某一领域有新突破 外国垄断产品就成为白菜价 今年中国自主研发的0.18毫米规格的060等级极低铁笋取向硅钢 比国际最高等级还要高两个牌号 是目前世界损耗最低的取向硅钢 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据悉 如果制造超一级能效的变压器 采用060产品 替代此前高能耗变压器 每年能节省用电900亿度 相当于三峡电站的发电量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伊太普水电站 是巴西和巴拉圭联合建造的 年发电量约900亿度 可以满足巴拉圭全国的用电量 也就是说换装060等级产品后 节省的电够一个国家的一年用量 近些年 像取向硅钢突破并布局世界领先的技术 我国还创造了很多 这种核心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真正谈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